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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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由20224 Bright訪問學者 駐Ryzone獨立研究者陳宇鮮所帶來的 當網路藝術預算鏈接資料 談納約藝術機構Ryzone的Rx 和社群化保存策略 我們有請當者 大家好 我是宇仙 然後我其實也是新的原因 就是空間剛剛建勳介紹這個計畫的研究員之一 那只是說我今年的二月到上個星期 五人是在紐約進行兩個單位訪問研究 第一個是前三個月在MOMA 然後接著的話則是後面的100天 在Bryzone也是今天會跟大家 比較詳細介紹的單位之一 然後因為我現在腦袋還蠻想過美國時間的 然後加上第一次嘗試用工學來做替代一般的解包 所以真的如果有點斷片的狀況 還請大家多多包含一下 那其實我是因為剛好住國一陣子 所以我一直沒有catch到說 臺灣這邊建勳跟文藥 還有新內藝術空間的雅蘋 他們在進行計畫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那所以很感謝剛剛建勳帶來了 我覺得非常有熱情熱忱 然後充滿了研究動能的一個簡報 然後對我來說現在也是 剛好讓計畫夥伴知道說 我在那邊到底學到了什麼東西 那今天是垮林輪潭 那我本身是來自於美景設計跟博物館學的背景 那大概在2014年開始吧 然後我進到所謂的美術館的領域 接觸了大大小小的不一樣的機構跟單位 那這些是我從2014年一直就是有工作過啊 實習過或說進駐過的不同的機構 那我就發現說其實每一個機構 他們對於資料庫的想像 特別是像我這樣稱百字文組的人 我們想到資料庫都是按老闆叫我用什麼就用什麼 美術館給我什麼就用什麼 所以是沒有任何想像的 那是在不斷的工作過程當中發現資料怎麼這麼難用 或者說住進去以後怎麼這麼難調整 或者我怎麼這麼難找到我想要找的資料 甚至是剛剛堅訊提到的 我想要做藝術史的資料怎麼會這麼困難 才開始想要去找方法 那在這過程當中也會有機會和類似背景的同事啊 或是側寨人、藝術家想要去了解說 在這個所謂的藝術的生態環境裡面 不同的角色他們對於資料的想法 去找到被利用的方式 那其實我認識整個危機運動 跟危機數據的經驗很有趣 我記得是在2018年的時候 當時我在國美館工作 然後剛好在點餐網組收到了一個計畫 就是要更新國美館的點餐網站 然後我是館內的那個假方法 然後做完 我剛好做到一半以後 計畫還沒結束 我就去香港工作 但是在去香港工作的前一個時間 我就發現 欸我因為那時候剛好在做 那個利美術經驗館的開放的藝術資料 然後辦了在那個OpenG5跟Wikidata的樂聚會 辦了一個主題是跟藝術資料互有關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帶著我的乙方的體驗 然後兩個人帶著滿滿的布蠻 來到那個場合 然後告訴他們說 我們對於這公共的美術館 內部的資料的狀況 多麼多麼多麼 你感到不開心等等的 然後就在那個應援機會之下 和文藝接上線 然後和文藝接上線以後呢 就和金樂園和建軍這邊接上線 所以其實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才有辦法說 欸知道說資訊 資訊這一方以及 我們其實沒人到底在做什麼 那在這個機會之前 其實我是完全不知道 其實有另外一種想像資料的方式 那實際上相對於資料庫 自己本身有另外一個身份 是實際媒體一所保存 對然後我們剛好多做一個 就是剛剛大家前面看到的那些單位啊 我自己覺得能夠搭得上街論壇 是自己的 您看一下就全部都是國外的單位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去說 國外的就比較好嗎 或是人民之類的 那所以這也就為什麼去國外 想要去學習桌 到底在他們的文化背景之下 是怎麼促成 欸為什麼他們相對想要採用 開源軟體 為什麼相對 都會想要採用列別社的資料庫 來建置自己單位的一個 完整的資料等等 那我本身本業其實是實際媒體藝術保存的文物詩 那什麼是實際媒體藝術 那Dick Modern他的定義就是說 除了藝術作品它是基於科技物 並且有Dimension裡面有一個Duration 就是時間持過藝術作品 就叫做實際媒體藝術 那這邊就大概舉了一些例子 左邊這一間是國內美術館有點長 那右邊的話則是國立台灣美術館有點長 下面的話這個是國內美術館有點長 它是一個用布卡手臂做的藝術作品 然後它會不斷在空間裡面剝墨 然後又往後把它掃除 這樣子的一個動態的動作 然後右邊的話則是台灣藝術家鄭主力 很早這個時候1998年的時候 谷歌和美術館委託創作的 算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件網路藝術作品 那後來也被谷歌和典藏 然後今天會提到的Dragon這個機構 他們也有後續參與作品的修復過程 那為什麼會提修復這些作品 跟面接資料會有關係 原因是說這類型的作品 我自己在MOMA工作的時候遇到難題就是 你要見超級超級多的報告 那個報告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傳統來說假設我們是一件平面揮畫 那你要的作品的基本資料 包含說修復的資料 其實相對是很直白的 很你原則上你看到什麼 你就給到什麼 但是媒體製作品它會有 譬如說啊這個投影機買不到了 啊這個程式語言壞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藝術家到底能不能來佈展 那他不能來佈展 然後我看他的裝置送給書 有看沒有保證 甚至是看了以後 因為空間不一樣了 所以他的動作輸出也沒有回答 你想要回答問題 那當我在MOMA的時候 其實我在做的事情是寫 非常非常具體迷的文字型的報告 然後就充滿了各種的報告 但是你的報告裡面 就會出現大量的技術語會 然後每一個技術語會 又要想辦法去Google 當作啊那個Windows7 到底能不能安裝某個 藝術家自己特定寫的某個軟體 然後這中間有非常非常多的 技術性的組作過程 那只是會要讓一件的藝術作品 能夠被展出 那這些大量的報告 當時間越來越久 因為他們是點藏品 點藏品表示說 我們要確保它50年 100年後還有辦法被展出 那這些大量報告就會 面臨到查詢的問題 然後以及剛剛其實最一開始 額氏老師有提到 藝術圈常使用的一些資料庫的規格 例如CDWA 然後Dooling Core等等的 這些控制詞彙 其實對於當代大部分 當代藝術作品來說 是完全不能使用 甚至是說你使用以後 反而會限制了作品 它自己能夠表現跟發展的可能性 那如果我們要來取得全領域的共識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掀起一場 化兵權的戰爭 那這個在當代藝術世界 也是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這就剛好在我開始有了這個疑問之後 就發現 2017年的時候有一個叫Rython的很小的藝術單位 他們認為說把他們的網路藝術資料庫改成 用面接資料庫或許是個還不到的方法 那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Rython 它非常早是在1996年的時候就成立 我還知道那個有網際網路 大概是什麼時候 但是以一個全球只關注在軟體 跟網路藝術的單位來說 他們是可以說是第一個吧 然後在1999年很早的時候 他們就建立了他們自己的 網路藝術作品的資料庫 叫做R-Base 主要就是收集軟體跟網路藝術作品 那2003年的時候 應該是因為種種的營運上的需求 所以他們就成為了在紐約 SOHO區和New New Day的一個分支組織 那在2014年 這位Dragon Expansiate 你知道嗎 他就加入Rython 他本身是一位德國人 然後專長是數位音樂 然後有參與蠻多早期的 歐洲那邊很知名的一些開放 開放軟體開發的 然後就成立了Rython Preservation這個部門 那他們其實這一開始想要解決的是 我們從1999年開始收網路藝術作品 連結壞掉、藝術家跑掉 或者是說瀏覽器不相容等等 他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就開始開發了各種在線上的瀏覽器 就可以開舊版的電腦作業系統等等的服務 然後也做了一些 比如說Web Recorder等等的Tools 然後大家現在如果去了那個工具網站 建一個帳號 就可以在上面丟一個網址 然後就幫你把這整個網站的內容爬下來 然後存到你的帳號裡面 有點像是那個 大家比較熟悉的 Internet Archive and Wayback Machine 但是它因為是為了要服務 他們自己所收藏的網路藝術作品 所以會為每件作品量生定作 那一直到了2017年 他們和這位博士生羅章吶合作 然後將舊版的Artbase 全部一致為使用Wikibase的新版Artbase 那大家下面這張圖可以看到是從1999年舊版的資料庫 一直到右邊慢慢 其實他們很努力的可能也都有在漸漸在更新 那這張圖片就是那位博士生做的 那做的那個時候其實新版的Artbase 還沒有真正的上線 但從這邊一致可以看到就是使用 維基Wikibase的鏈接資料庫的那個形式 那所以藝術作品不同於剛剛建具講到的 目前新的藝術空間所做的這個資料庫 是以藝術家為核心 那Artbase它本身是以藝術作品為核心的一個資料庫 目前裡面總共有2200餘件的軟體跟網路製作品 那其中的800多件的Rizon是擁有一份保存的副本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藝術家他不想要繼續host 他自己這個網路製作品的狀態的話 Rizon這邊都有合理去繼續看到這個作品的一個網址 那除了 那他們在這一次的改版之中 Rodona它本身的背景是比較偏向服務設計的背景 那它透過很多的訪談就得到了說 至少這個資料庫要能夠讓自宅人能夠找到作品的基本資料 那很重要的是做保存的人員能夠有利於管理 跟紀錄同件作品多格版本的技術環境的需求 以及研究者能夠進行跨年度的資料檢索 那對作為人來說則是要提升行動的經驗 跟減少資料庫學習的曲線 那我想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給大家看一個簡單的 大家比較熟悉的Wiki 不管是Wikidata 或者是說很純粹的Wikibase的見面 其實你看到的會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這個資料是我們建的 其實裡面沒有太多錯誤的地方 那這邊就會看到這是作品名稱 然後藝術家是由這位Anthony來做的 然後他是一個artwork 以及藝術家的名字 看能不能把它拉出去 那又可以重新的東西嗎 然後這邊想要跟大家介紹比較特別的是 有為了保存的需求 他把資料又在同樣一筆藝術作品的資料 其實總共是由五個不同的item 所集合而成的 所以我們在r-base的網站前台 我自己把它叫做前台所看到的一圖資料 其實是長左邊這個樣子 你看我把它改大一點好 這是在前面看到的 但是大家看到的這個頁面實際上是有五個 不同的item透過一條代碼 然後全部集結在同一個頁面 那我自己覺得他們也是用linked open data linked data的思維在建置自己的整個網站 然後如果我在這邊打上item 才會變成右邊的這個樣子 那他們 然後從這個網頁上是可以看到說 這件作品它其實總共有三個不一樣的 可以誤解掉它版本 但實際上這三個東西點下去 我們會發現它如果可以run的話 其實內容都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大家可以明顯看到網址是不一樣的 然後包含說這個用模擬器的版本 它是可以讓 讓它跑一下 它是可以讓舊版的1990年的時候 這個作品在一個環境的瀏覽器 給一起保留下來 因為對這個機構來說 瀏覽器跟當時的 當時閱覽網頁的情境 也是了解作品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們才就開始思考說 我要怎麼讓使用資料庫的人 能夠明確知道這三個 是不一樣的技術背景環境 所建置出來的同一件作品 於是他們就發展了所謂的 一件作品的variant跟artifact的兩種概念 那我這邊就滑下來 所以當我在幫他們建立 這些作品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來比對一下variant跟artifact的差別 那我自己在理解作品上 會有點把它想像成 一件作品的技術結構層 跟它的本體層面的兩者差別 那它兩者其實所包含的property 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那差別只在於說artifact的這個部分 它的incident除了artifact以外 它還多了一個它是emulated environment 然後左邊的話只有說 它是用emulation來產生出來的 所以從這兩者去對照 其實可以去稍微去理解到 他們建置這個資料庫的思維 一部分是artifact來指射這個環境本身 然後variant來指射這個作品本身 好希望沒有太抽象 因為我自己一開始去學習的時候 也花了一點時間去理解 原則上依序完成這五大 item以後 大概就可以完成一件作品的登錄 那一大片要耗時20到30分鐘 這個思維方式其實跟傳統 我們想說我會登錄一件作品 然後我就把它相關資料 全部建在同一頁都好了 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那他們就是有為了讓後續而保存 能夠從資料的建構的層面 就能夠清楚知道作品本身 跟作品呈現作品的環境 跟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 他都把它各別各別拆開了不同item 再去把它連結起來這樣的方式 那其實在artifact背後 最主要的推手就是剛剛提到的 這位Rython的Presentation Director 以及目前現在是在德國的 應該算他們叫做Technology Information Library 下面的一個Open Science Lab 研究室工作的這位已經畢業的研究生 那他們就認為說其實網路藝術 它之於其他當代一出作品 它是相對不存在階級 意思是說其實只要有網址 大家都可以去砍單 並不需要特別走進一個美術館 或者是藝人的空間 只要有網址都可以到 那所以它有更高的自由度 那他們希望說能夠在每一款的 封閉色的資料庫以及圍基額 攝取透明資料庫之間能夠取得平衡 那這也符合剛剛建軍所說的 為什麼當代一出其實是比較善 比較適合採用wikibase 能夠自己來掌握資料的方式 那另外對於資料到底要開放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我在這邊比較特別學校是說 他們的藝術家資料當中 其實並沒有性別 也沒有出生年 也沒有國籍 剛剛對於建軍來說 非常exciting的那些資料 那其實他說 Bragon是說他們對於這道題目 其實有自己內部有很激烈的編論 但是最後導向不刻意的 不具放入這些資料是 他們不希望這些有可能 稍微有點分化的這些資料 會造成某些人容易被騷擾 那我自己實際在那個環境 美國環境相處過以後 也確實漸漸可以理解說 喔我們不想要找一大批 喔所有女性藝術家做的作品 能夠讓別人去講座收取 但他確實說有這些資料 對於組織內部 可能要去向董事會做報告 說我們的diversity有增加 這點確實是有幫助的 只是他們不希望把這樣的權力 毫無限制的釋放給所有的人 你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有心人士 就是做了一個很不聊的網站 然後導致這些女性藝術家 或是說某種特殊成本的藝術家 都被攻擊 那另外對於龍正堂 他本身就是漸漸的偏向 數位人文這個方面的研究 他就覺得說 因為LOD已經是最直接的途徑了 那何不直接把整個機構的資料庫 就建成link data 然後再加上 我故意說他本身很大部分 就是基於電腦語言 所以其實他們最最最最最理想的想法是 也不需要人來見這些資料 當他們一邊在做自己內地的這些 重新建設舊的網站的 能夠被越來環境的時候 就有一個程式軟體去抓需要的資料 然後自動的把它建到Rbase裡面 然後也自動的能夠產生很漂亮的線台網站 那如果這麼做的話 其實整個資料庫是可以自己循環生產的方式 那確實這一點其實也是只有 網路藝術跟純粹在電腦裡面 產生跟越來的軟體藝術 是有可能會去做到的 那其實剛剛健康提到 我們其實有做跟這些國外機構做訪談 那我們就給我訪談這位Andrew前輩 應該如果是維基人大家都知道 他是很資深的維基人 然後本身目前也是在美國什麼 中年機構的維基的 Wikipedia Residence的人員 那他當時就很坦白說 你會發現目前Wikipedia中的藝術 特別是藝術品的資料 大部分都是屬於二維作品 然後或者是那些早就進到公共領域的 那就承認說其實對於小型的機構 還有當代藝術 目前能夠做得是非常有限 那這個有內部的問題 也有外部的問題 也就是說譬如說版權 還沒有辦法取得版權 然後有些資料就沒有辦法 送到Wikipedia等等的 所以他就很開心說 像是有Ryzen這樣的單位 能夠提出自己的需求 也是整個維基運動非常樂於看到的 那今天另外也想要分享的是 就是我去之前其實就一直覺得 Ryzen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單位 因為他其實在 以台灣的科技技術圈來說 他還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 大家都覺得 哇他們做得很棒的一個獨立單位 他們到底有多大呢 那我進去了以後才發現 他們的全部的正職人員 大概就是六位 然後其中有三位是長期遠端 遠端remote工作 包含說剛剛提到的Dragon 他一直在德國 然後另外一位工程師人在L.A. 然後總部司在紐約 然後我去了之後 每個禮拜只要進辦公室兩天 他們希望我不要太長進去 他們是用一個很自獨 很dynamic 的方式在工作 然後實際上專職於做Wikibase 跟Fantivation的人只有1.5位 那這就造成說 其實他們很努力的在經營 一樣有在使用Wikibase的 其他組織的一個社群 於是他們就在2021年的時候 成立了Wikibase Stakeholder Group 那這個Group 它跟基金會沒有直接 就是國際經理基金會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目前的會員裡面 確實就是有包含德國的微經營協會 也就是所有危機數據 跟危機基金的生產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相關的 像是Winco的Initiating 然後OpenRefine等等的 但是對我來說比較有趣的是 其實這樣子組織的搶生 是Ryzone的Dragon跟Azona 他們刻意的去把大家都起來 然後布局大家去執行才出現的 這個組織在他們這麼做之前是不存在的 然後另外他們也使用一個 交流牛的網路平台 然後很積極的在做共同的討論 決策跟進步等等的 那討論的題目其實大部分真的都 我自己是覺得都蠻基礎性的 然後這些基礎性的討論內容 不外乎就是希望 欸我們覺得現在的Wikibase 有一些功能做不太好 你是不是也有同樣覺得有這個問題 他是不是也覺得同樣有這個問題 那大家都說OK的話 那因為德國社會也在做 那德國社會就會說 那我們回去跟我們的工程師找我們看看 那如果他們工程師覺得 這不是他們現在對我們的主要方向之一 那目前Ryzone他們也會有少部分的經費 可以說欸我們找個第三方的技術單位 來幫我們另外再寫一個 寫一個更好的更好的風暴 然後放在Gipart上面 讓這個社群內的成員可以來 可以來使用等等的 那目前參加是不交會的 那其實自從Ryzone轉成Wikibase的 Lin Open Data以後 他也成功了被更多的 國外數位人文研究和教育發現 那這邊就很快給大家看一個是 就是意大利波隆那大學的 所有人們做事發的一個課程 然後他們就自己主動的拿了 通話跟Ryzone的資料庫 想要了解的是網路出現以後的 力量發展趨勢 那我之後這個簡報連結 會請主辦單位再分享給各位 所以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是可以直接點下去 那我自己覺得這份報告是非常有趣 那這邊就稍微滑一下 那也不擔心大家的時間 那我後來就有問Ryzone說 像這樣子的合作方式到底是他們有主動 他們有資料 他們主動去找學校合作還是反過來 那他的回答是其實他們沒有做任何的對方 那就是主動就會有人來找他們 那這個狀況其實就跟新的員 我們在台灣所遇到的狀況是完全是相反的 那所以我就有問他說 那他覺得Ryzone能將主動吸引研究者的原因是 第一個是他資料很快的年度區間是大的 那最早的第一個 他們所收的第一個網路遺書作品是1983年的網路遺書 然後一直到現在2021去年的2020年 那他的資料背景是有独特性的 那能夠透過query services看到結果 那這其實就是你使用LOD的對直接能夠護衛的方式 那我覺得有一個差異蠻大的 是他說他們目前來主動聯繫他們 告訴他們說 欸我們做的這個東西 其實他們都是已經熟悉怎麼使用fairy工具 或是其他資料分析工具的研究者 那是不是像這樣子的人 然後同時又要對藝術資料有興趣 在台灣可能是還不存在的狀況 所以導致說到底要怎麼找到 想要研究用這種方式研究藝術資料的人 一起來參加可能是台灣現在的狀況 那大家如果之後有空去看到Ryzone的這個Rbase的話 其實這距離他們最初所設計的一個 Prototype 理想性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那對我們來說這個不斷的改版就是有進行時 那跟其他的藝術資料比較不一樣 是他們現在在想辦法在每一筆資料上面 能夠建上一個他們叫做Stopline系統 也就是說 欸這是紅燈表示這筆資料其實還不完整 這是綠燈表示這筆資料已經不完整了 那這個就跟最一開始施政肯老師有提到說 其實很多機構他們要試著能夠去開放 讓民眾知道他們的資料的狀況 就是不要再這麼封閉的 不去讓他們知道他們在的狀況到底是什麼樣子 對我自己來說比較像是如何去學習 他們用連結式的連結資料架構來設計他們的資料庫的連結方式 也就是說跳脫出Wikibase工具能夠提供的思考方式 去思考他們真正需要的資料架構 以及說離開關係人社群的這個經營 以及怎麼去開放讓更多的人能夠一起來使用資料 而是身為我們小型福利單位 可或許可以健康的地方 那就感謝您聽 我還想給我時間給QA 好像兩分鐘 好的 非常感謝 大家非常非常厲害的理念